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1月6号的热点追踪 美国总统拜登1月5号宣布了打击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措施 警告非法移民远离边境 这项规定对于想投奔自由的中国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美国之音1月6号的报道 拜登在白宫记者会上说 人道保释措施会允许威地马拉、尼加拉瓜、古巴和海地 这四个来自中美洲贫困国家的人提供合法入境的新途径 移民在有美国财政赞助人的情况之下合法进入美国 这些计划允许移民在有一名美国籍的保证人 并通过背景调查的情况下乘飞机进入美国 拜登说 我今天宣布这些行动不会解决我们移民系统的问题 但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 我只能在有法律能力时这样做 目前这四个国家的人站前往墨西哥 并抵达美墨边境开始新生活 并试图穿越边境人数的大多数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在记者会上说 从此刻开始移民会被立即迅速送回墨西哥 他说 边境不是开放的 边境官员会增加迅速驱逐的力度 如果美国移民官员认为移民没有合法的避难理由 就会被迅速驱逐 没有成人陪伴的儿童进入美国不会被驱逐 根据美国海关边境保护局公布的数据 美国边境巡逻队去年逮捕了220万 非法穿越南部边境的人创下了记录 根据法新社1月6号的报道提到 拜登称美国移民系统已经崩溃 他还宣布他将在1月8号访问德克萨斯州的美墨边境小镇 埃尔帕索 这次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北美领导人峰会 边境安全将是一个关键的主要议题 拜登在白宫发表谈话警告非法移民 别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跑来边界 白宫希望加强措施 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抵达美国 这些非法寻求庇护者的数量不断地创下新高 他们通常在人蛇集团的安排之下 通过危险长途跋涉后抵达美国 根据美国之音的消息 从厄瓜多尔出发 途经圣哥伦比亚 巴拿马 哥斯塔利加 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 威地马拉 墨西哥 最终抵达美国 这是中美洲人传统的偷渡路线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2022财年的数据显示 美国边防巡警 共计拦截近240万非法入境者 为历年来的最高 另外 根据媒体的报道 至少有853人 在穿越美墨边境过程当中丧命 实际的伤亡人数可能还会更高 过去几年 中国的润潮大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铤而走险 也走上了这条危机四伏的北上之路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数据显示 中国在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逐年在增高 从2010年的7730人增长到了2022年的11万6868人 13年间增长了14倍 其中一位从墨西哥偷渡的受访者告诉美国之音 他用了整整5个月的时间途经8个国家最终到达美国 可见中国人偷渡的这条路有多么的艰辛 静怡也有中国的朋友准备着走这条线 特别是希望在1月8号中国开放旅游之后 如果不能直接飞往美国 就会选择走线经过墨西哥偷渡到美国这条路 眼看着还有两天的时间 突然间美国出台了这样的政策 已经准备了几个月 却在出发的前夜被告知 这条路不通了 还没有出发的人可能会觉得备受打击 那么对于已经走在路上 或者已经接近美墨边境的人 又会是怎样的一种前途未卜的心情呢 如果不是中共阔国殃民的这政策 一遍一遍地蹂躏中国人 哪个人愿意背井离乡呢 如今美国到底是有没有看到中国人的遭遇呢 如今宣布封锁美墨边境 那么下一步 美国会去帮助中国人解决 造成中国人苦难的根本原因吗 对于这些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